父亲的戴帽,王鲁燕 在墙角跟刷然溜过的那黑猫的影 又触动了我对于父亲的戴帽的怀念 静洁的白毛的中间 夹杂些蛋黄的云霞式的柔毛 恰如透明的妇人的戴帽首饰的那种猫儿 是被称为戴帽猫的 我们家里的猫儿正是哪一类 父亲就给他取了戴帽这个名字 在进来的这一匹戴帽之前 我们还曾有过另外的一匹 他有着同样的颜色 得到了同样的名字 同时从我姊子家里带来 一样为我们所爱 但那是我不幸的妹妹的戴帽 他曾经和他盘缓了12年的岁月 而现在的这一匹是属于父亲的 他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里 我不很清楚 据说大约已经有三年光景了 父亲给我的信从来不曾提过他 在他的理智中 仿佛以为戴帽毕竟是一匹小小的兽 比不上任何的家事 足以通知我似的 但当我去年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看到了父亲和戴帽的感情了 每当厨房的碗筷一般动 父亲在后房餐桌边坐下的时候 戴帽便在门外咪咪地叫了起来 这叫声是只有两三声从不多叫的 他仿佛在问父亲可不可以进来似的 于是父亲就说了 完全像对什么人说话一样 戴帽这里来 我出道的几天 家里突然增多了四个人 在戴帽似乎感觉到热闹与生疏的恐惧 常不肯即刻进来 来吧戴帽 父亲望着门外 不见他进来又说了 但是戴帽只回答了两声咪咪 仍在门外徘徊着 小孩一样 看见生疏的人就怕进来了 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但是过了一会儿 戴帽在大家的不注意中 已经跃上了父亲的膝上 那在这里了 父亲说 我们弯过头去看 他扶在父亲的膝上 睁着略带俱切的眼望着我们 仿佛预备讨顿似的 父亲立刻理会他的感觉 用手扶摸着他的镜背 说 困吧戴帽 一面他又转过来 对我们说 不要多看他 他像姑娘一样的呢 我们吃着饭 戴帽从不跳到桌上来 只是静静地扶在父亲的膝上 有时 于兴的气息引诱了他 他便偶尔伸出半个头来 望了一望 又立刻缩了回去 他的脚不肯触着桌 这是他的规矩 父亲告诉我们说 向来是这样的 父亲吃完饭 站起来的时候 戴帽便先走出门外去 他知道父亲要到厨房里 去给他预备饭了 那是真的 父亲从来不曾忘记过 他自己一吃完饭 便去添帽帽 他自己一吃完饭 便去添饭给戴帽的 戴帽的饭 每次都有鱼或鱼汤拌着 父亲自己这几年来 对于鱼的滋味据说有点厌 但即使自己不吃 他总是每次上街去 给戴帽带了一些鱼来 而且给他储存着 白天 戴帽常在储藏东西的楼上 不常到楼下的房子里来 但每当父亲有什么事情 将要出去的时候 戴帽像是在楼上看着的样子 便溜到父亲的身边 绕着父亲的脚转了几下 一直跟父亲到门边 父亲回来的时候 他又像是在什么地方远远望着 静静地倾听着的样子 待父亲一跨进门线 他又在父亲的脚边了 他并不时时刻刻跟着父亲 但父亲的一举一动 父亲的进出 他似乎时刻在那里留心着 晚上 戴帽睡在父亲的脚后的背上 陪伴着父亲 我们回家后 父亲换了一个寝室 他现在睡到弄堂门外 一间从来没有人去的房子里了 戴帽有两夜 没有找到父亲 只在原地方走着 叫着 他第一夜跳到父亲的床上 发现睡着的是我们 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气 父亲惦记着戴帽夜里瘦冷 说他恐怕不会想到 他会搬到那样冷落的地方去的 而且 晚上弄堂门又关得很早 但是 第三天的夜里 父亲一觉醒来 戴帽一在床上睡着了 静静地 咕咕念着猫巾 半个月后 戴帽对我也渐渐熟了 他不复躲避我 当他在父亲身边的时候 我伸出手去 轻轻抚摸着他的颈背 他扶着不动 然而 他从不自己走近我 我叫着他 他仍不来 就是母亲 他是永久和父亲在一起的 他也不肯走近他 父亲呢 只要叫一声戴帽 甚至咳嗽一声 他便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溜出来了 而且缠着父亲的脚 有两次 戴帽到邻居去游走 忘记了吃饭 我们大家叫着戴帽戴帽 东西寻找着 不见他回来 父亲却猜到他哪里去了 他拿着戴帽的饭碗走出门外 用筷子敲着 只喊了两声戴帽 戴帽便从很远的林屋上走来了 你的声音像格外不同似的 母亲对父亲说 只消叫两声 又不大 他便老远的听见了 是呢 他只听我管的嘞 对于寂寞的度着残年的老人 戴帽所给予的 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 我觉得 六月四日的早晨 我带着战利的心 重到家里 父亲只躺在床上 远远的望了我一下 便疲倦的合上了眼皮 我悲苦地牵着他的手 在我的面上抚摸 他的手已经有点生硬 不负像往日柔和的 抚摸戴帽的敬备那么自然 据说 在头一天的下午 戴帽曾经跳上他的身边 悲鸣着 父亲还很自然地抚摸着他 亲密地叫着戴帽 而我呢 已经迟了 从这一天起 戴帽便不再走进父亲 以及和父亲相连的我们的房子 我没有好几天 没有看见戴帽的影子 我代替了父亲的工作 给戴帽在厨房里 备好鱼瓣的饭 敲着碗 嚼着戴帽 戴帽没有回答 也不出来 母亲说 这几天家里人多 闹得很 他该是躲在楼上 怕出来的 于是我把饭碗 一直送到楼上 然而戴帽仍没有影子 过了一天 碗里的饭 照样摆在楼上 只饭力干瘪了一些 戴帽仍怀着孕 需要好的滋养 一想到这儿 大家更是焦虑了 第五天早晨 母亲才发现 给戴帽在厨房里 预备着的另一支饭碗里的饭 略略少了一些 大约他在没有人的夜里 走进了厨房 他应该是非常饥饿了 然而 仍像吃不下的样子 一星期后 家里的汽油渐渐少了 戴帽仍不大肯露面 无论谁叫他都不答应 偶然在楼梯上溜过的后影 显得憔悴 而且消瘦 连那怀着孕的肚子 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 家里愈加冷静了 满屋里主宰着静默的悲哀 一到晚上 人还没有睡 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动起来 甚至我们房间的楼上 也是在叫着跑着 戴帽是最会补薯的 当去年我们回家的时候 即使他跟着父亲 睡在远一点的地方 我们的房间里 从没有听见过老鼠的声音 但现在 戴帽就睡在隔壁的楼上 也不过问了 我们毫不埋怨他 我们知道他 所以这样的原因 可怜的戴帽 他不能再听到 那熟实的亲密的声音 不能再得到 那慈爱的抚摸 他是在怎样的悲伤啊 三星期后 我们全家要离开故乡 大家预先就在商量 怎样把戴帽带出去 但是 离开预定的日子前一星期 戴帽生了小孩了 我们看见他的肚子松瘪着 怎样可以把他带出来呢 然而为了戴帽 我们还是不能不带他出来 我们家里的门将要全锁上 邻居们不会像我们似的爱他 而且大家全吃着素菜 不会舍得买鱼伺他 单看戴帽的脾气 连对于母亲也是冷淡淡的 绝不会喜欢别的邻居 我们还是决定带他一道来上海 他生了几个小孩 什么样子放在哪里 我们虽然极想知道 却不敢去惊动戴帽 我们预定在伺戴帽的时候 先捉到他 然后再寻觅他的小孩 因为这几天来 戴帽在吃饭的时候 已经不大逼人 捉到他应该是容易的 但在两天后 我们十几岁的外甥 恶意不住他的热情了 不知怎样 戴帽的孩子们所在的地方 先被他很容易地发现了 他们原来就在楼梯门口 一直扮演着的康香里 戴帽和他的小孩就住在这里 是谁也想不到的 外甥很喜欢 叫大家去看 戴帽已经溜得远远的 再拒切地望着 我们想 既然戴帽已经知道 我们发掘了他的小孩的住所 不如便先把他的小孩 看守起来 因为这样 也可以引诱戴帽的来到 否则 他会把小孩 嫌到更没有人晓得的地方去的 于是 我们便做了一个 更安适的抄 给他的小孩们 接近了以前父亲的寝室 而且 就在父亲的床边 那里是四个小孩子 白的 黑的 黄的 戴帽的 都还没有睁开眼睛 贴着 压着 钻做一团 肥圆的 捉到他们的时候 偶然发出 微弱的老鼠式的 吱吱的鸣声 生了几只呀 母亲问着 四只 嗨 四只 怪不得 扛了你父亲的棺材 不要再扛我的呢 母亲叹息着 不快活地说 大家听着这话 愣住了 把他们丢出去 外甥叫着说 但他同时 却又喜悦地 抚摸着戴帽的小孩们 舍不得走开 戴帽现在在楼上寻觅了 他大声地叫着 戴帽 这里来 在这里 我们觉得父亲 仿佛对人说话时地 叫着戴帽说 但是 戴帽像只懂得 父亲的话 不能了解我们说什么 他在楼上寻觅着 在弄堂里寻觅着 在厨房里寻觅着 可不走进以前 父亲天天夜里 带着他睡觉的房子 我们有时候 故意捉弄他的小孩们 使他们发出 微弱的鸣声 戴帽仍像 没有听见似的 过了一会儿 戴帽给我们女工捉住了 他似乎饿了 走到厨房去吃饭 却不妨给他一手 捉住了静背的皮 快来 快来 捉住了 他大声叫着 我扯了早已预备好的绳圈 跑出去 戴帽大声地叫着 用力地挣扎着 带着我伸出手去 还没有抱住戴帽 女工的手一松 戴帽溜走了 他再不到厨房里去 只在楼上叫着 寻觅着 几点钟后 我们值得把戴帽的小孩们 送回楼上 他们显然也和戴帽似的 在忍受着饥饿和痛苦 戴帽又静默了 不到十分钟 我们已看不见他的小孩们的影子 现在可不必再费气力 谁也不会知道他们的所在 有一天一夜 戴帽没有动过厨房的饭 以后几天 他也只在夜里带大家睡了以后 到厨房里去 我们还想方设法带戴帽出来 但是母亲说 随他去吧 这样有灵性的猫 哪里会不晓得我们要离开这里 要出去自然不会躲开的 你们看他 父亲过世以后 再也不忍走进那两间房里 并且几天没有吃饭 明明在非常的伤心 现在 怕是还想在这里 陪伴你们父亲的灵魂呢 他原是你父亲的 我们只好随戴帽自己了 他显然比我们还舍不得父亲 舍不得父亲住过的房子 走过的路 以及手索抚摸过的一切 父亲的声音 父亲的形象 父亲的气息 应该都还很深刻地 萦绕在他的脑中 可怜的戴帽 他比我们还爱父亲 然而 戴帽也太凄惨了 以后还会有谁像父亲时的 暗示给他好的食物 而且慈爱地抚摸着他 像对人说话时的 一声声地叫他呢 离家的那天早晨 母亲曾给他留下了许多 给孩子吃的稀饭 在厨房里 门虽然锁着 戴帽应该仍然小地走进去 邻居们也曾答应 带我们给他饲料 然而 又怎能和父亲在的时候相比呢 现在 据我们离家的时候 又已一月多了 戴帽应该还健康着 他的小孩们 也该是很活泼可爱了吧 我希望能再见到 和父亲的灵魂 永久同在着的戴帽 我希望能够